哈囉 介紹一下中午 今天中午 今天中午吃的是 老媽拌麵 然後 後包裝成這樣子 它那個醬包有 芥花有白芝麻 所以這個融合 融合那個 四川那個 花椒的香氣跟 芝麻所以這包 蠻好吃的 它重量129公克 比較多 然後 昨天吃的這包 它麵看起來很多 可是它醬料包比較少 所以是90公克 差了好多多了 所以不一樣 這麵比較多啦 可是這個要煮比較久 這包 這包已經好多年了 我覺得這包評價蠻棒的 因為 這包它不僅 麵是我喜歡的麵 然後 重點還是有那個 辣的口感跟芝麻的香氣 所以這兩種結合在一起 真的是這包麵 真的是很好吃 因為有些是芝麻的味道 可是芝麻又缺少一點的辣味 香氣 所以沒有這麼好吃 這包真的很好吃 價錢跟那個 KK拌麵是一樣 KK拌麵不難吃 它麵跟這個口感差不多 可是它麵量太少了 那醬料包就只有 花椒香氣 可是就沒有啦 然後寬麵版的那個 老媽拌麵那種 寬麵版的那個 我比較不喜歡吃 它那個等於說 醬是比較清澈的 而且 而且之前我都吃過了 每包我雞肉都吃過了 就是沒有像這個 四川那個 蛋蛋麵這個 這麼好吃 你看這邊 跟昨天比 那邊拌麵是不是多很多 對啊 超好吃的 等於說 這個醬料加上去 就OK了 它不只變多 醬料包的醬也是很多 所以這包真的是很有CP值 不過為了拍片 我還是會真的盡量說 市面上的 拌麵我覺得比較好吃 我就買來吃看看 然後當成中午 差不多這樣子 OK 拜拜 再見 OK 拜拜再見